上海這座城市所給人的生活條件和各種條件 對於我們去工作、去生活都是非常非常適合的 國內的科研條件是越來越好的 復旦的條件可能也是全球最好的之一了 這裡的學術氣氛非常的好 和好的研究的底蘊和文化 對於我們科研工作者的重要性 這是我選擇來上海、來復旦的一個原因 我是復旦大學高分子科學系的青年研究員 我是復旦大學高分子科學系的青年研究員 在蘭州長大 在蘭州大學上的大學 在清華上的碩士 之後就去美國上的博士 我比較喜歡跨界學科 就是我覺得學科的交叉 可能能夠帶來一些新的一些迸發點 在很多學校也是橫跨兩個專業 比如說在蘭大是有機 在清華是華人生物學 在賓州州立是機械工程和化學 到了賓夕法尼亞大學變成應用力學 回到復旦是高分子科學系 直接夾吧 我們把我們做好的軟包電池去 現在是把我之前做的這些東西做一個結合 機器人和能源的結合會是一個非常好的契合點 我們其實是一個90後團隊 年輕團隊給我們帶來的好處 就是我們的想法可能會比較瘋狂一些 我們再給機器狗開發奶茶喝 那麼這些小狗本來是用電池驅動的 然後喝下去的東西來放電 支持這樣一個電器來工作 我們現在發現無人機的工作時間很短 就15分鐘 那麼我們給牠也喝奶茶 後來我們的奶茶 這個無人機工作時間可以到40分鐘 因為人是不需要裝電池工作的 人只需要不斷地吃喝 就可以維持自己的一個連續運轉 那麼我們想讓機器人也實現這個 基於有機材料去創製一個新的能源體系 電池體系 這是我們一個長期的遠景性的一個目標 學校或者上海給我們這個支持 還是希望我們做比較原創性的工作 讓我們來做這個事情其實投入很大的 需要給我們一個實驗的場地 給我們大概要有10個左右的學生 上百萬的經費 感謝上海和復旦給我這個機會 因為它給我提供了一個 既可以做基礎科研又可以做應用 這樣一個結合的一個寬鬆的環境 其實最開心的一個容易應該是 國家自費留學生獎學金 每年大概全球500人 回到上海之後呢也獲了很多的獎 包括亞洲青年學者 麻省理工 科技評論35歲以下35人 像科技評論這個獎 更多的是自我過去的工作 一個認可 就是說去鼓勵這些年輕人 去做更加有創造性的變革性的工作 其實你看過機器狗搭的裝置 跟打水平我就可以 好吧 其實我們復旦高峰的科學系的 水平非常的高 我們在很多方向呢都是世界頂級的 做著在營內世界性的這樣一個工作 不管是從排名 從本科生的教育 研究生的教育 我們都在全國呢 就全世界享用很好的生育 很多的未知 你也不知道它成不成 你也不知道方向對不對 我們生活中可能80%都是失敗 只有20%是成功 都是在一次一次的失敗中去總結經驗 但是我也覺得這是科研的樂趣 那麼我自己最大的一個職業理想 還是希望我們通過我們的科研 做出新的產品 用新的產品去服務社會 讓人們的生活變得更好